兄弟们这个营养不良到底是应该怎么解决呀 我一直在吃肉和蔬菜应该不会营养不良吧 难道说我们应该吃水果吗 我们家里边刚好有草莓啊 我们来试一下吧 草莓我们还没有吃过 看一下有没有营养不良了 诶果然没有了兄弟们 现在我们的营养就均衡了 这草莓是好东西啊 不过我们只有三个了现在 好我们的蜜一定已经熔炼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制作蜜银稿了 我们在备野生存里边不知道生存了多少天 终于有了第一把秘银稿 这绝对不是最后一把 不过我们做了这把稿子一定要省着点用 因为我们现在的秘银不多 有了秘银稿之后 我们之前发现的钻石就全部能挖掉了 兄弟们秘银稿怎么样 帅不帅 第一把秘银稿 只不过我们身上的装备好像有点配不上这个秘银稿 那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兄弟们 第一呢就是我们出门寻找一些甘者 然后做一个满极附魔台 给这把秘银稿附一个石韵 第二呢就是现在把所有的钻石都挖回来 大家觉得哪个更好 我们现在家里边的食物好像也并不太多了 肉类只有八个牛排 要不然我们就出门吧 寻找些甘者 然后我们打些牛 收集些食物 雪月的话应该也快到了 就这样说定了 我们出门吧 把铁针带上 我刚出门不久兄弟们 天就要黑了 我感觉有点背呀 但我把这两只动物宰了之后就回家吧 明天一早我们出门 现在天已经快黑了 要不然的话我们还得睡觉 好的那我们睡觉吧 明天一早我们出发寻找皮鹅 还有甘者 还有很多很多的食物 天马上就要亮了 哎小白 我家里 我家里怎么会刷怪呀兄弟们 先睡觉先睡觉 哇 家里边刷怪了 天倒是亮了 但是外边下去了雨 我们现在还没有雨衣 啊难受呀兄弟们 又出不了门了 下雨出门的话也可以出啊 但是我们的装备会被禁湿 然后行动速度特别缓慢 等等吧 等雨停了之后我们再走 不对兄弟们 我知道了小白不是我家里边刷的啊 应该是从这个楼梯上面下来的 我们做一个火板门啊 把这边挡一下 好 OK兄弟们 这样就好了 我们家里边百分之百安全 我的天 兄弟们 真的不是我水视频呀 一场大雨过后 我们家附近多了很多的这些苦力帕 还有蜘蛛 这个苦力帕我们必须要打 因为我们需要火药 后期我们找艾德曼的话 是需要用到TNT的 把这些火药收集一下 然后蜘蛛的话也打一些 因为我们需要用线 后期的话还要做灯笼 这些东西都是珍贵的物资呀 我们需要把握住 哇 好多蜘蛛 一个一个打吧 我们下面的过程给大家跳过一下 好了 全部都已经解决完了 我们就出门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等级已经到了三十二级 三十二级的话 可能会刷新村庄 然后我们的主要目标呢 就是甘蔗和皮革 还有些墨囊 那下面的过程呢 就大概的给大家跳过一下吧 要不然这一期的话 真的是 有点水 兄弟们 超级大丰收 看好了 看到没有 一二三四 四组半的甘蔗 然后还有三组半的皮革 还有很多食物啊 除了这些食物 融入里边各有一组的牛排 这一次 我们绝对是 解决了家里边的食物问题 这些甘蔗和皮革的话 做书架肯定是还不够的 但已经在外边逗留了两天 我害怕回不来呀 兄弟们 甘蔗的话以后再说吧 我们来把所有的甘蔗都合成纸 然后呢 我们再合成书 最后呢 合成书架 我们看一下 现在家里边一共有多少书架 哎 对了 我们家里边的材料够了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雨衣啊 雨衣是特别重要的 有了雨衣 我们下雨天就可以出门了 嘿嘿 来吧 蜘蛛网 还差一个 稍等 啊 怎么不对 兄弟们 就是这样做呀 我看着合成表一步一步做的 这怎么回事 有没有玩过贝野打破一切的 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和我说一下啊 那这个雨衣的话 我们就先跳过吧 所有的材料都已经用完了 最终呢 我们合成了十个书架 距离满极度覆磨台 还差很多很多的甘蔗 我记得贝野里边的甘蔗 好像是不能种的 就是种了之后它也不会长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书的话 我们就做一个钻石覆磨台吧 我们还有秘引稿 我们去挖两颗钻石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只要两颗钻石 来做一个钻石覆磨台 其他的话我们就不挖了 等我们有了石运稿之后 我们再来挖钻石 现在的话我们就只要两颗 这一次挖钻石特别的安全 我很欣慰 好了我们回家 不是兄弟们 我总感觉后边有人在跟着我 第六感真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兄弟们 玩很多末日类的整合包 我也不害怕 但是玩贝野 我总感觉有东西 真的真的特别害怕 不管了不管了 我们先回家吧 来吧来吧 我们来做一个钻石覆磨台 把那个绿宝石覆磨台给它挖掉 挖掉挖掉 我们就把钻石覆磨台放在这里 现在唯一遗憾的呢 就是我们的甘蔗不够 南瓜有可能啊 在线下去打一些甘蔗 其实也可以给大家 在视频里面打 看大家的意象吧 如果觉得太无聊的话 我就线下打 那好了兄弟们 我们这一期视频到这里解说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